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史风云 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和平的年代 但是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我们中国人自己都无法原谅 在中国抗战胜利之后 我国开始普及上户口 也开始统计户口 但是在这个时期 有一个老妇人却一直拒绝 直到她离世之后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陕西有一个老夫人叫王玉兰 在她去世之前 老人才透露自己的身份 让人大吃一惊 这个说着一口流利的陕西话的老妇人 原来她是一个日本人 这个老妇人日本名字叫水旗袖子 1929年的她出生在日本福岗县的一个渔民家庭 是家里的独生女 在1942年13岁的水旗袖子就被送到中国长春 后来她投降在维满洲国 做生意的姑姑那里 她的姑姑为她取了中文名字叫王玉兰 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 水旗袖子的姑姑一家被遣返回日本 而将水旗袖子留在了中国 后来王玉兰为了活下去 凭借着自己的长相出众 就和一位国民党军官好上了 可是这位军官也只是将她当成玩物 然后利用她 还将她送给了其他的军官 无奈之下王玉兰逃到了陕西 后来村里的妇联主任把她介绍给村民宋志福 比她大一岁 在1976年她的丈夫也病逝了 后来辗转反侧 她又嫁给了当地另外一位居民 后来在普及户口的时候 怕自己身份遭人嫌弃 王玉兰就找各种理由推托 拒绝上户口 她对上户口很是抵触 所以当时村里人很是纳闷 直到她去世之前村民才知道她是一个日本人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